Yo 我是老薇 哇 11月份的代理版的景品終於都出來了 基多拉已經看很久了 終於開單了 那這次他11月份還有一個特別 就不同顏色版本的哥吉拉 所以我原本覺得說 哇這次一定必長的 結果沒想到 馬上再來改色再賣一輪 很少景品這樣 基本上我從來沒看過景品是這樣 隔個一個月馬上改色賣的 但他可能就是意志吵架吧 然後一方面就是讓大家說 都可以買到哥吉拉 所以12月份會不會有改色版的基多拉呢 這個我是覺得可能性還蠻高的 因為我覺得哥吉拉目前這樣肥肥的 還蠻像科技的 我覺得基多拉比較帥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12月會不會有改色版的基多拉 GROS的霧天克斯 我目前看各大的賣家的銷售量已經爆表了 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個系列現在已經不管是炒家買來要 就是轉賣也好 或者是收藏家想要買個兩支有不同的頭雕 各種大家都買複數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系列基本上就一直都很誇張 超然的烏達爾跟達洛特 一個是龍拳爆發的悟空 為什麼想要特別講這兩款呢 因為老衛真的覺得這個烏達爾的姿勢真的非常的怪 阿洛特這個動作又很妙 我覺得這個達洛特動作是不是出過很多次都是這個動作 他每次都好像要抓什麼東西 就是真的可以買這個來惡搞一下 這個不知道他到底是Q版還是什麼版 我知道他是小悟空 但是我就覺得我記得我好像小時候有買過一個扭蛋 他長得很像這個樣子 我覺得他們是不是已經沒東西出了 所以他們就隨便出了一個扭蛋 然後把它放大變成景品這樣子 目前我們也去看銷量了 但是我覺得真的 我是不會買的 我覺得真的蠻怪的 超級賽爾人士 Hero裡面的悟空 就是這個系列就是 不要把它當作是七龍珠 把它完全當作平行宇宙的七龍珠就好了 就是反正這個 這個世界裡面能多誇張就有多誇張 然後反正布羅利打布羅利 悟空打悟空 當作是看看七龍珠開心就好了 再來就是和之國的索隆跟羅 這次和之國的女角居然是小菊 居然納美羅賓全部都沒有出來 反正現在先出小菊 我覺得小菊還蠻漂亮的 就是只是他們現在是灰魔 所以也看不出來他上色的情況是怎麼樣 刀劍神域這次出兩款 我覺得兩款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比基尼系列終於來了一個讓我眼睛一亮的 之前的比基尼系列真的都不是很能看得下去 這次立法 我覺得他的尤其是他穿的衣服 是好像還有一點點光澤的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尤其歐這一款 我是覺得作為 以模型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連同仁我都沒有覺得有做過這麼好的 不管是動作也好 表情也好 我是覺得真的是非常好 但唯一的缺點就是他就是一個男角 所以銷量真的非常爛 如果你今天給他換成是雅思納 或者是誰去做這個動作 我想真的馬上銷量就爆炸了 但是因為他這是尤其歐 又是男角 所以基本上就沒人買了 比母這一款因為聖誕節很應景 然後因為日版常常都會拖拖拉拉 所以可能到台灣又剛剛好真的就是聖誕節了 所以我覺得這款真的是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這款不知火5的泡麵蓋 如果你在辦公室擺阿 會比Sonic那個好一點點 大概至少女生看到不會覺得說 哇好奇怪怎麼放Sonic在杯子上面很變態這樣子 也是巨乳控 所以不知火5就我覺得就剛剛好 這是Q版的鬼太郎 他真的是Q版這個系列裡面 這麼出目前到這麼多我覺得算是最好的一個角色 為什麼呢 因為鬼太郎原本頭就是大的 所以他的比例看起來就是最沒有違和感的 接下來還有出哈利波特的帽子阿 但是他的帽子不能戴 他是純錢筒 然後還有火影忍者這隻是卡卡西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後我就覺得說這個11月份阿 真的是出了基多拉吧 然後就是很多人想要買的霧天克斯以外 我就覺得其實其他真的是非常的還好 所以大家就看看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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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這是給貓的 在那裡 下一個雙手 聽話